她说蔡英文的多少决策 如果不是她的话 老早就翻车了 从这句话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苏贞昌是认为 民进党能走到今天 如果不是她在苦苦地支撑的话 绝对会败得更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张有华 现在台湾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 就是亡命之徒苏贞昌何去何从 苏贞昌他在担任格魁之错 他自称自己是亡命之徒 况且他在开会的时候 他也讲格魁之路 是他今生最后一个公子 那除了公子以外 他还讲我是亡命之徒 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来威胁我 那换句话说 这个亡命之徒 他说最后一项公子就是格魁之位 那这个格魁之位 他到底要不要下来 台北政坛现在天天都在讨论 苏贞昌的去留 其实苏贞昌的去留是非常的简单 他的女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苏贞昌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为人挡子弹还被骂恋战 那换句话说 苏贞昌他要不要走 那显然已经牵动了民进党权力核心的改进 目前民进党内分成四派 一派希望他留 另外一派希望他走 还有一派是认为 是不是撑到民进党大选提名以后再走 那最后一派 就是说不管苏贞昌的去留 都应该由蔡英文决定 而不应该由各个派系 把他赶下台 在这个四个里面 我的某一位好朋友跟苏贞昌也很熟 当年在党外时代的时候 他一直是苏贞昌重要的咨询对象 他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 民进党面对混乱的局势 你尤其是吴英龙败选之后 很多人都希望苏贞昌走 他也问过了苏贞昌的意见 那苏贞昌也讲 他就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拜登80岁都还能选 何况我比拜登年轻 除了讲这句话以外 苏贞昌感到非常不耐烦的 就是说我的去留 请蔡英文直接决定 就是不要用搞小动作的方式 天天放几条狗 那对火狂吠 那当然苏贞昌的去留 严格来讲取决于三个条件 那第一个就是阴系的人 能不能震得住混乱的局势 如果震不住的话 那上台反而比苏贞昌 还要糟 那民进党在2023到2024可以不用选 这个是蔡英文他考量的重点 不是说他没有口袋人选 他的口袋人选 我过去已经讲过了 大不了就是顾力穷了 或者是陈建仁嘛 可是他们行政经验跟历烈 有没有像苏贞昌这么完整 苏贞昌 亡命之徒 他都震不住了 那何况提笔杆的秀才 所以蔡英文是在考量 他英系的人 能不能震得住局面 震不住问题更多 那第二个 就是说他提名的人选 能不能跟民进党 跟蔡英文三者之间 能够配合 那现在显然看出来 已经这条路 已经是被捕死了 是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就是说民进党上下 都在焦虑之中 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如果各个党派 真的是一致的共事 苏贞昌老早就可以下台了 不必拖到现在 悬而未接 那第三个 我们只能讲 就是说蔡英文 是希望停会期间 就是义士堂的休会期间 他要冷静的思考 苏贞昌的去留 事实上 我们可以说 现在苏贞昌 他摆明的态度 我是亡命之徒 我就是不下台 你看蔡英文表态 不要再找那些 所谓的派系人马 天天轰我下台 这个是苏贞昌 绝对不接受 苏贞昌跟我朋友讲的 一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我可以下台 但是不能用羞辱的方式下台 那更重要的 他也讲 他说蔡英文的多少决策 如果不是他的话 老早就翻车了 从这句话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苏贞昌是认为 民进党能走到今天 如果不是他在苦苦的支撑的话 绝对会败得更惨 所以苏说 不能够看蔡英文 赖清德跟民进党 各个派系 而是说 由蔡英文自己表态 我现在反正不想走 我也不愿意走 你就下免之令吧 再随便 听える 你说 留意 回来 启人 来 下次 跟字 依 interval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